你聽的是Only One Radio 我是Fordy Inletion的寶林sir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Fone Gallery 有什麼搞啊? 不知道啊 想去哪裡啊? 不知道啊 那有什麼做啊? 都是不知道啊 那怎麼辦啊? 那怎麼辦啊? 輕輕鬆鬆行不行啊? 行! 輕輕鬆鬆 星期五 好 早晨啊各位朋友 聽眾朋友 觀眾朋友們 你們好啊 我是Ken 今天來到這個香港試學會 來到這個中英街 但是現在還沒開始住 現在早上八點半 一大清早門口 然後坐了兩個小時車 去到這個福田口岸 看到鄧博士 不過呢 鄧博士正在忙著處理他的團的事務 所以就在等著朋友啊 所以就沒得走 但是今天的行程呢 就會在這個中英街上 由這個歷史 大鵬城啊 左右 那待會有機會呢 我會抓到鄧博士之後 還會跟他說幾句的 那 稍後見 好 早上 鄧博士 喂 又見到你了 嘿 又我們又來了 那今天呢 我們現在在這個福田口岸 今天去這個中英街 沒錯 中英街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一個禁區 又在一條街裡面有英國的 以前殖民地時候的港英警察 還有呢 亦都有中國的公安 一起共約 即是在這裡駐守 那樣 那我們如果現在要進去呢 都要申請的 都挺麻煩的 聽說都挺麻煩的 一般人不可以進去 深圳的市 深圳市要那裡地方的人 才可以去 那香港的都一樣 香港都一樣 我們要經旅行社才可以進去 那我想問一下鄧博士 今天我們的行程大約是怎樣的呢 上午呢 先去中英街 因為怕人多 大家都知道 現在人們很喜歡 去中英街購物 可以買到港貨 那下午呢 我們會去一個叫大盆城 再去一個東山寺 那今天的行程主要就是看 就是香港割讓給英國 從各樣九龍 到各樣新界 是租借新界的整個過程 嗯 主要是看這些 明白明白 那今天有否有些特別的東西 可以大家要留意一下呢 其實最重要是看一下 那幾塊是介石 一個就是中英街的介石 另外一個就是在大棚的海界石 總共有三塊,一塊在大棚城 另外兩塊就在大嶼山 總共是三塊 很多人都沒有留意,希望大家去看看 絕對要留意 今天我想問一下,這個呢 今天的團,我看到今天有很多人 反而好遠 因為我們這次已經是第三次了 辦了第三次,也是今年最後一次 明白,明白,好啊,麻煩你 待會帶我們一路去走 好,待會再聊吧 好,進到中京街 剛才被解放軍查看回向卡 因為沙頭角,剛才像鄧博華說的 這裡是禁區 所以要有一個特別的通行證 然後進來的時候,另外在沙頭角的最後一個禁區 於是進來之前,車要換車 然後進來之前就要再檢查一次證件 但是呢,不知為何無讀有偶 檢查我張是特別久的 但是檢查我旁邊的一批,就放下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樣子不太像 可能是太金毛 但我記得我把回向卡的頭 都是肥肥的 可能瘦了一點 肥了一點,不知道 現在進來之後 就走到中英歷史博物館 在沙頭角的邊界 因為剛才的導遊 不是鄧博 鄧博是一個領隊 另外有一個導遊 那位導遊說 鄧博也是有提及的 Tick2 來到中英歷史博物館的時候 鄧博就告訴我 其實這個地方旁邊已經是沙頭角 即是已經回到香港了 可以 但是呢,因為那是禁區 所以就沒有... 所以就變成整件事 你沒有禁區子 他們是不能去的 所以我們現在自然是 在中方的邊界裡面 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導遊小姐帶我們走到這個 歷史博物館裡面的所有東西 講述一下中英協議 如何將這個新界租借給英國人 然後在這個時候 介紹一下沙頭角 周英佳附近的民生 都挺有趣的 也有很多東西 例如看到有銅牛 看看有些人如何耕種 但這些其實大澳都差不多 也看到上次我們跟鄧博 不是,跟阿施博 他們去大澳的時候 看到的戒石 上次也說明 是有一個在大嶼山的大澳 我們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也提及到這個戒石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記得來參加 不過今年最後一團已經過了 學習鄧博 成語鄧博所言 今年最後一團已經過了 可能要到下年才看 在走的繼續時間 我繼續拍照 先幫大家看看 繼續再談 好了 這個時刻 走回戶外 完成了中英歷史博物館的行程 鄧博也提了一件事 現在我們還在歷史博物館的範圍裡 但看一看對面 其實對面已經是香港 也說了一句 非常接近的中英街 正如大家所說的 看一看這裡 鄧博在那邊 這裡我們現在長望 大家觀眾眼看到後面 其實這棟粉紅色的樓宇 開始在黃色這裡 都已經是屬於香港的地方 其實我們過了它 已經是回到香港了 只不過 那張禁區寺 我們這次申請的禁區寺 並不包括這樣的來往 所以 在這一刻 我們仍然可以逗留在中國的境內 不可以直接用最快的方法回香港了 接下來我們繼續走下去 看看其他行程 中英景勢中非常漂亮 好 那我們繼續下 好 現在就吃完這個下午了 整天都逼得不得了 已經到下午1點的時候 就在這個 這裡是 沒錯 中英街 即是福田口岸的附近 這裡在附近吃飯 山水景色也算是迷人 其實 鄧博所說 其實 中英街跟香港真的很近 很近很近很近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看一看 現在畫面中 遠處這個位置 我們轉移一點點 你看到前面 除了這個 丫叉支堆的座位 後面 有一個很平的島 其實那裡 已經是屬於香港的東平洲 對 猜不到 所以其實跟香港 真的很近 吃完飯之後 鄧博 和他們的朋友 一團 四十多人 待會就會去其他景點 待會有什麼機會 跟鄧博聊天也好 再聊聊天 Take two 好 吃完我眼後 就跟大家去看看 這個漂亮的海景 看看對面的遠處 在那裡 後面那裡 原來就是香港的東平洲 嘩 真的很近 很多人 原來偷游 游泳游過去 就在這裏游過去 所以 當然 你有沒有浸死 那是一回事 游到過去就算你很幸運 吃完很晚 現在1點多鐘 看看 看看 之後的 這個景點 然後再有機會再跟大家聊 好了 各位觀眾也好 聽眾也好 我們現在 就來到這個 大鵬鎖城 也都叫做大鵬古城的地方 在這裏 就是一個 債城的物體 城市 鄧博曾經說過 叫得城 這件事 就非常之爆炮 這件事 所以 我們現在 就要進去一探究景 也都聽一下導遊的講解 王家馬德里拿過九屆歐聯 三十二屆聯賽 還是剛剛拿到西班牙國王杯的冠軍 馬德里體育會 一屆歐洲冠軍杯冠軍 兩屆歐霸冠軍 現屆西班牙甲組聯賽冠軍 兩紅 向歐洲最高舞台再遇 終於搞笑 星期六深夜1點半 足球解讀Crosoft Only1 FC 再加上廣播 為大家帶來 2014年度 歐洲聯賽冠軍杯 決賽直播 到時記得登上 Only1-radio.com slash UEFA 一個人物 一個地方 一段故事 組成我們的香港歷史 逢星期日 Only1-radio 有香港小學會 跟你 港人港地香港地 我左手是沖上雲宵 右手是On Call 36小時 左腳是亞洲先生 右腳是香港小姐 我是為大家分析電視電影的 白士特影視專門店主持人大蛇 逢星期三上線 第34屆全港公開排球錦標賽 2014 女子月早賽事已經展開 5月25日 在Teen Final體育館 將會進行第五輪的比賽 早上11點半 由Teen Max對Victory 記得去支持一下 Jason上和他的Victory 至於想知道更多關於排球的資訊 就記得留意VOLLEE IN ACTION的節目 好啦,我現在找到Perry Perry你好 我們去到中英街的時候 其實中英街有沒有一些 大家都會覺得 其實中英街也是很近的 為何特意要回到大陸 大家覺得中英街知道是禁區 但香港人覺得禁區就是沙漏角 就覺得是沙漏角地方 我一直以為是香港 所以你們跟我說 為何要回鄉政 很有趣 因為我們在沙漏角區本身是禁區 香港人不能去到一里 但包括沙漏角區的居民都過不到中英街 因為他的門口沒有閘 問題是他那張橋頭紙才走過來 他不看你 但警察認得你 你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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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常很簡單 你在剛才入閘的沙漏角 關口就可以做那個橋頭紙 但平時人少的時候就很容易做 很多時候 有些人說很容易做 有些人就做不到 即是要看時間 通常有人經常幫忙做很容易 明白明白 但有沒有特別條件 例如你有沒有說 本身一定要越住民便會方便些 不會 沒有關係 但首先一定要有我們的回鄉證 即是回鄉卡 是港澳同胞 如果你是朋友從英國回來的 或者是外國回來的 不好意思 你給多多錢都不歡迎 這麼糟糕嗎 原來 其實我想問 為何一定要用兩邊通關 其實沒辦法提供一個證 就搞定所有東西 拿免費 即是任意來回的 其實會不會有呢 因為根本 沙漏角關口 或者是中英街的關口 政府上根本不是打算去那裡有一個區 他不是打算做生意 是變成你們想進去 他根本上不想你來 即是他就簡直說 你不要來那麼多 所以給你很多關口 所以不斷開放都沒有開放 我想問一下 那條步行街 我們之前走過一個步行街的位置 其實步行街那裡 基本上 都是大家覺得最出名的那個位置 那為何其實那條步行街 又仍然可以保持著這麼繁盛呢 你說繁盛好像是近幾年開始 其實我在之前三四年前 是沒有什麼人到的 即是近來開始 就算是奶粉 一直多開始 才多到黃花 很多時候那些水貨拆架 就在三六角區 就有一板板貨運到那邊中英街 就在那裡散貨 不知開了很多店 之前完全沒有人開的 因為我的印象 就是看那些 例如電視劇 或者片 如果我們印象中的中英街 都是那條行 都是那條商業街 那時候來說 就是在介石位 最明顯的界限區 問題如果以商業界來說 其實早幾年現在都是 你看中方那邊的店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十七九空 是近一年開始 你才看到有卓越 有電器店 甚至今天看到麥當勞 快來開放 但之前是完全沒有這件事 明白 香港那邊有開滿了 問題是買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沒有人買 因為他買的電器 電話靠是很舊款的 不是什麼新款 但他就照樣開工 我不知道 那些什麼8210 那些 亨落可以爆頭的 現在都是那些 但我每天都開工 他們也很厲害 我自己覺得很厲害 他們仍然是有那種搶客的感覺 他們會走過來 靚仔 靚仔過來看 現在如果我們 我經常覺得 我自己是幫禁區做事 我經常會自己 在西洋區走過來 但如果你叫你走走走走 有人會問你 之前六十元 六十元幫我帶東西過去 今天是八十元 嘩 暫時都走不少水貨 我們不會做 因為我們是 學術上不可以做 現在經常走過 你幫我帶東西過去 一百十元 今天這樣說 明白明白 原來中央街 仍然是一直持續 跟我們印象中 也算是相當 因為香港政府 基本上就沒有心去開放 因為根本上 那一區 對他們來說 就不是什麼遊遊區 即是由得他 你本身是怎樣 就由得你 他就說給將會開放 即是將會 明白 明白 好 麻煩Perry先 我們待會去大鵬古城 我們再繼續跟大家聊 好 來到應該是第三還是第四站的 這個 天王寺 也叫做東山寺 也挺宏偉 其實距離大鵬古城 不太遠 其實基本上 真真是是 轉個彎就到了 那 看看看看 非常宏偉 然後前面 你看到 有個 怎麼說呢 衝身的佛 衝身的佛 我先當著 另外看到 有很多小朋友在 走來走去 先看看 鄧博我們那邊 就是在這裡 介紹 你聽到背景很多佛界音樂 對 這個 這個 天王寺 和這個 東山寺 其實我們現在看 就是這個碑 這個碑 又是有來頭的 待會找機會 叫鄧博再介紹一次 對 也說過了 那 紙 通常都是 鄧博所說 鄧博所說 這個 紙 通常都是明天時髮都賣的 對 那麼這個 這個 是 康格動部 基本上 其實廟 就是 滿天神佛都拜的 什麼都有 觀音也有 八仙也有 不知道有什麼 菩薩也有 但是 廟 即是紙 還有這個 鞍 罐 那些 通常都是有宗教的背景 對 我們現在就去這個 天王之道參觀 咦 我們來這個天王殿 進來之後看到一個 笑佛 笑佛後面這個是哪位 我就叫 Victor郭韋圖 喔 郭韋圖 這麼潔 那他負責做什麼 其實 其實他有一個 代表上 如果你是一個 以前的和尚 如果是正台和尚 有一個盜蝶 是 如果在盜蝶上去看 因為他的韋圖 托著把 我們叫劍 有三個Post Post 代表他可不可以 掛單 掛單意思是 可不可以在流速 就是在那裏收到 在那裏進修 原來可以 其實看韋圖 Victor哥的手勢 就可以知道 他可不可以在那裏流速 咦 其實都幾方便 因為我們以前地方 我們不是現在坐巴士 可能是攀山月嶺 可能我是在佛山走過來 我可能想在那裏 進修一下 或者吸收靈氣 也好 如果第一天有盜蝶 正式和尚 是 第二天可以在那裏收到 是有要求的 有些又不是 有些是說 你在那裏吃一餐 睡兩晚都可以 即是到過 都可以 但不可以掛單走 有些人又說 不可以的 你不可以在那裏 可能有個空間滿 有三個Post 但如果他空間滿了 他不就要做個磚 做個磚 有些一開始 已經沒有了規矩 即是香港大陸份 都不收 明白明白明白 我又想問一下Viktor哥 是否一定會對著大紅寶殿 正常是 其實是 因為他是安全 還是 天兵天 安全 通常我們應該是 我們的四大天王 是 Viktor哥 可以當一個Reception 哦 原來是這樣的 但他好像挺英明神武 即是管家 明白 但對著大紅寶殿 有沒有一定會是居中 還是有時可能會有一點 如果正常的 一定會是居中 是 但我們那兩邊就是中樓古樓 一定是一條中軸線對 通常以前是一定是看風水 中軸線 由我們搭壁寶殿 佛塔 經塔 一定是一條線過 明白 好 麻煩你先Perry 麻煩你 好了 我們又回到深圳口岸了 沒錯 我們今天的這個 中英街和這個 大鵬古城 大鵬古城 基本就完成了 我們今天也看了中英街 那幾塊塊塊石 也去了大鵬古城 了解了那裡的 對香港的海房 在清代的時候 反應都OK 而且今天天空做美 對呀 天空好 沒有放單手 完全沒有下過雨 完全沒有下過雨 而且是少許 但整個地方都不太曬 又有些風 非常好 而且我見權有的反應都很好 多謝他們支持 接下來我們還有些活動 都需要大家支持 譬如5月24日 蕭國健教授在歷史博物館裡 會有一個關於黃大仙信仰的講座 黃大仙 對呀 那些是免費入場的 先到先得 5月24日 星期六 下午3點 在哪裏的 歷史博物館的演講廳 尖沙咀 需要買票嗎 不用 不用買票 先到先得 即場的 另外還有我們和中華書局的 一個似曾相識的香港系列講座 已經去到第六講了 就是鄭寶雄先生講的中西區的前世金山 就是接下來5月14日 明白明白 星期三晚七點鐘 又麻地中華小海 另外還有17號的中西區道賞團 18號海視博物館的一個專題道賞 沒錯 這些都是我們今個月很精彩的活動 今天多謝鄭寶雄 也多謝同事Perry 他已經上演了 今天Rest Friday 就先到這裡 下午再見 拜拜 兩個歐巴還有應駕的西班牙甲組聯賽獲了冠軍 到底兩紅相遇 在歐洲最高的舞台 究竟會發生什麼呢 星期六深夜1點半 足球解讀 Crossover Only One FC Crossover廣播 為大家帶來2014年度歐洲聯賽冠軍杯決賽直播 記得留意 onlyone-radio.com slash uefa 多謝你收聽Only One Radio的節目 想知道更加多的節目內容 又或者收聽其他節目 請即登入 3w.onlyone-radio.com 如果想知道我們更加多的資訊 請即登入我們的Facebook 網址是 3w.facebook.com 斜畫OnlyOneRadioHK